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算是休閒影片 最近官方努力推廣遊戲新玩家還蠻多的 好像先前的推薦影片有點過時 所以順便來更新一下 首先首抽的部分 目前特別模具是葡萄乾餅乾跟可麗餅 這邊主要推薦的是葡萄乾這隻角色 雖然先前已經有做分析影片了 只要前排有人基本上沒什麼大問題 前排的角色比方像勇士餅乾 酪梨 牛奶 黑巧這類的都ok 隊伍搭配上一定要有一個補師 比方像超級稀有的藥草或氣泡飲 真的不行就稀有角卡士達 若你有上古的香草 那你值得開心 因為他是範圍強化版的卡士達 輸出角色比方像血鬼 黑麥 葡萄乾 拿鐵 咖啡 這類的角色都是主要推薦的 隊伍的輸出角色建議是等級最高的 接著才是補師以及前排 彼此的等差建議不超過5等 比方輸出等級為10等 補師以及前排的等級就為8等跟5等 彼此類推 這樣子推圖比較方便 接著是主線章節 到第六章開始才會有所謂的高級配料 前面低階的配料 輸出以及補師都建議塞攻擊配料即可 不建議做任何的強化 最多強化做到加3就要停手了 前排角色主要就是傷害抵抗的配料優先 真的都沒有了才會考慮防禦配料 一樣不建議做任何的強化 最多也是加3就要停手了 詳細可以看一下我先前的配料影片 裡面還蠻詳細的 之後到主線第六章節 若有持續效果的角色 比方像石榴 薄荷巧克力這一種 就可以裝上冷卻配料來搭配 特定的補師後面也是建議放冷卻配料的 比方像香草餅乾 這類都有分析影片可以參考喔 最後是寶物的部分 相關的效果是要通關主線第二章節之後才會開啟 主要推薦的寶物 連刀來代替 至於相關的道具是要用寶物扭蛋來慢慢抽到的 所以這一邊還是需要一點運氣喔 接著來講一下餅乾經驗值的獲得來源 重點的話是我們的噴水池還有餅乾小屋 這些可以隨著承包等級的上限提升 等級也可以慢慢的來做強化 詳細可以參考我先前的經驗值分析影片 也都會貼在影片下面的連結喔 以上算是一些新的改版資訊給新進的玩家 影片內的說明欄有江秘人王國攻略這個說網址 裡面就有很多先前拍攝的小影片知識 每個影片都不算長所以歡迎相約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